很多男人会因为感到害羞或者感到羞耻而去逃避这个话题 勃起功能障碍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 是真的吗 长期穿比较紧的内裤会造成勃起功能障碍是真的吗 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偶尔会遇到问题 就等于患上了勃起功能障碍吗 不想要在未来患上勃起功能障碍的年轻人 现在就可以开始戒烟咯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又来到医学知识的分享啦 今天要和你们探讨的课题是 勃起功能障碍 也被称为阳尾的这个疾病 患有这个疾病的人将会在性爱时面临无法勃起 或者无法维持勃起的现象 很多男人会因为感到害羞或者感到羞耻而去逃避这个话题 不敢和身边的人讨论也不敢去看医生 可是这其实不是一个应该要感到羞耻的事 而是一个应该要正面的去面对正面的去解决的一个疾病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然后看下去 在影片里我偶尔会用ED也就是Erectal Disfunction的简称 来代替勃起功能障碍 因为有时候舌头真的会打结啊 好在我还没有开始和你解释到底什么是勃起功能障碍 到底是什么造成它 还有如何改善和治疗这个疾病之前呢 我想先来和你们分享5个我常听到关于这个疾病的迷思 第一勃起功能障碍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 是真的吗 no ED在老年人身上是比较常见 可是它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 可以导致男性患上ED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就包括肥胖症啊 高血压 高胆固醇心脏疾病和肾脏疾病等等的 而CEN人士也有比较高的风险哦 第二 长期穿比较紧的内裤会造成勃起功能障碍 是真的吗 no 太紧的内裤和生育的能力下降是的确有关联的 因为男性的睾丸之所以会在身体的外面 是因为精子需要在比较低温度的环境下才能健康生长 可是并没有一个研究显示穿太紧的内裤和勃起功能障碍有关联哦 第三 勃起功能障碍是因为感情出现了问题才发生的 是真的吗 不是这样的 你不能因为一个男生患上勃起功能障碍就断定他不爱你对吧 他也不想要的呀 虽然感情出现问题是会让性欲降低 但是多数的ED是生理反应 physiological 而不是心理反应 physiological 反而没有被治疗的勃起功能障碍更加会让感情出现问题哦 第四 勃起功能障碍只能用我们的尾根也就是vigra来治疗 是真的吗 通常医生在开药给你之前呢 他会先建议你从生活中做出一些改变 例如减重和戒烟 而且最重要的是找出病情的根源 只要你找出是什么疾病造成的这个障碍 让医生帮你医治你的疾病 你的勃起功能障碍自然的就会有所进步哦 第五 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偶尔会遇到问题就等于患上了勃起功能障碍吗 no no 男人也是会有疲惫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些私人原因或者压力 导致他们感到焦虑和单情 就像我们女人一样 男人也会有不想要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男性是随时都可以有性欲 或者随时都可以发生性关系的话 反而你会增加他的压力让他表现得不好哦 好 分享了一些迷思之后 我就来正确的告诉你 到底什么是勃起功能障碍 勃起功能障碍是指你完全不能勃起 或者勃起状态非常的短暂 不足以完成性交 如果患者是从来就未能达到勃起或者维持勃起呢 这叫做原发性ED 也就是primary ED 而如果患者是先前能够达到勃起 而之后不能勃起了 这就叫做secondary ED 即发性ED 而secondary ED比起primary ED更为常见 在美国40至70岁的男性中 大约有50%会受影响 该比例呢 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但是他不被视为衰老的正常现象哦 好 在告诉你们到底是什么造成勃起功能障碍之前呢 我先来和你们分享 男性到底是如何达到勃起的 当男人受到性刺激的时候 阴晶里的肌肉自然的就会很放松 这时大量的血液将会流到阴晶的动脉 填满了阴晶的动脉之后 阴晶自然而然的就会变得又粗又硬 而在正常的情况下 在男人获得性高潮之后 因为阴晶的收缩 导致血液从静脉中流出阴晶 让阴晶回到原本的大小 所以为了达到勃起 你的阴晶需要有足够的血液流入 缓慢的血液流出 阴晶的神经功能必须得正常 同时需要足够的男性激素和足够的性欲 因此任何可以影响以上这些因素的 都可能会造成勃起功能障碍 好,那一些比较常见 会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原因 就包括了 第一,动脉硬化 或者动脉周样硬化 Arteriosclerosis Arteriosclerosis 它会部分的阻塞你的血管 而通向你们阴晶的动脉 很有可能也会受毒 导致流入阴晶的血液量减少 弹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 甚至吸烟都可能会引发 Arteriosclerosis 然而导致勃起功能障碍哦 第二,是神经功能紊乱 Neurological Disorder 如果那些向阴晶传达信息的 精神线受损的话 就会造成这个障碍 大家注意 糖尿病除了会引起Arteriosclerosis 它同时还会影响支配给阴晶的神经线哦 另外 通向阴晶的神经线 是会沿着前列线的 也就是prostate 所以前列线的手术也很有可能会导致Erectal Dysfunction 而一些比较不常见会造成神经功能紊乱的原因也包括 脊椎损伤 多发性硬化 Multiple Sclerosis 和中风 最后 其他可以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原因就包括了 激素失调 心理疾病 一些药物 例如控制高血压和忧郁症的药物 还有佩罗尼病 Parenis disease 也就是斑脑组织Scar tissue 在阴晶的内部生长 导致阴晶弯曲 而引起疼痛和勃起功能障碍 所以 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偶尔有问题是正常的 可是 如果你是长期都无法勃起 或者维持勃起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医生好吗 因为勃起障碍 很可能是严重的健康问题背后的迹象哦 而大多数的病因是可以被医治的 医生 可以为你做多类型的检查和检验之后 医治你的病情根源来帮助你哦 影片结束之前呢 我也想来和你们分享 一些能够改善和医治医力的方式 首先 绝对是生活上的改变 第一点很重要的是 解炎 吸烟 对人体血管的伤害是极大的 并且是导致 Atherosclerosis的原因之一 所以 不想要在未来 患上勃起功能障碍的年轻人 现在就会开始戒烟哦 第二点 是减重 如果你是属于患有肥胖症 也就是BMI超过30的话 你可以靠热量自制 或者运动来减重 当你成功减重 回到正常的体重范围之后 你的血管自然就会变到比较的健康 血压也会进步 让你在需要的时候会有足够的血液流到阴晶哦 第三是饮食 我们知道导致ED的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血管变质了 而导致体内血管变质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体内的长期发炎 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 我会在之后的影片再让你们解释 饮食到底是怎么造成体内长期发炎的 是和胰岛素有关哦 而且这个 Chronic Inflammation会影响和造成的疾病真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在饮食中到底要如何改善 才不会让我们的体内长期的处于发炎状态呢 最重要的是避免精致淀粉 高糖分的食物和高GI的食物 淀粉的选择尽量就选择全麦的 例如全麦面包啊 糙米等等的 还有记得摄取足够的好脂肪 来保护你的血管 想要深入的了解脂肪和胆固醇的知识 可以到我之前的影片去看哦 最重要的还是营养摄取的均衡 还有酒可以喝可是要适量的喝哦 第四是做运动 做运动不只可以让你减重 同时还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 改善你的勃起功能障碍哦 第五是做一个叫凯格尔运动 Kegel Exercise的运动来改善 这是一个可以增强你的盆骨底肌肉 Pelvic Floor Muscle的一个运动 那你怎么知道如何运用这些肌肉呢 就让我来教你吧 很简单 当你在尿尿的时候 你尝试先尿了一点 然后憋着 使用来憋你的尿的肌肉 就是Pelvic Floor Muscle 这时你憋着三秒 然后放松 就等于一组运动 当然 我不是叫你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憋尿 这个憋尿的动作 只是要让你知道 如何运用这些肌肉啦 所以 你一天可以做十至二十次 很快速的运动 就是挤着三秒 然后放松 再重复 好 讨论完了我们自己能够在生活上所做的改变之后呢 就来到医生可以为你做的 第一 绝对是找出你的病因 然后医治你的病因 其中呢 也包括替换你的药物 因为我前面有提到嘛 一些药物呢 它其实是可以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 所以你可以咨询医生 让他们判断该不该替换你的药物 记得记得 不是自己更换哦 第二 是用药物来改善 也就是你们知道的 维格 第三 如果你的病因是因为心理压力 或者心理疾病的话 就可以咨询 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医生 接受辅导之类的 第四 医生可能也会建议你用一个vacuum pump 来改善你的病情 最后最后 如果以上的这些都不能帮助到你的病情的话 而你觉得这个勃起功能障碍 真的影响到了你的生活品质的话 可能医生就会考虑 进行一些手术来改善哦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知道这支影片比起其他的会来得比较长 我也录了好久 因为真的有蛮多需要解释的 所以感谢看到最后的你们 也希望你们可以分享出去 给身边的人了解这些知识 还有就是 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